上千民众来送纳瓦尼最后一场 中午的莫斯科被这个声音淹没 上千人涌向举行纳瓦尼桑里的教堂 但迎接他们的却是大量的俄罗斯警察 在教堂周边有人发现莫斯科至少动员6辆警备车 而且已经传出至少91个人被警察当街逮捕 就连国际媒体要连线 纳瓦尼桑里的YouTube直播 一次都被警察干扰讯号 尽管如此追悼纳瓦尼的声音却不曾听过 这场丧礼只有纳瓦尼的父母和岳母 以及部分反对派人士和西方的外交官参加 他们履行俄罗斯丧礼 亲吻遗体脸颊的传统 送走纳瓦尼 结果纳瓦尼的最后依旧是成归成 土归土 只是他的反抗精神却已经留在 俄罗斯人心中 TV新闻 周波波导 直播俄罗斯总统普京 是不是也就此展现 他真的想要怎样就怎样呢 那么对于乌俄战争 普京最近又有什么放话 接着邱婉柔带我们了解 俄乌战争开打至今 已经超过两年的时间了 这两个国家到底有没有停火的可能性呢 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最近在接受一个专访的时候就强调了 对于按照莫斯科条件的讨论 对于结束俄乌战争这件事情 他是持这个开放态度的 这开放态度到底是什么呢 外媒华尔街日报 他就说其实可以参考过去在开战 六周后双方所拟出的和平条约草案 这个目标经过这两年 其实仍然大致是没有变化的 这华尔街日报也独家披露 他就说其中就是要求乌克兰不能参与这军事集团 要来成为这永久中立国 也就是禁止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重建军队 另外不允许外国武器在里面 所以也就是要缩减乌克兰的军力 最后一个就是克里米亚 由俄罗斯来做一个实质的控制 那么如果乌克兰想要寻求加入欧盟 这个条件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不可以加入北约等军事联盟的 那么这个条约 其实当时也获得美国 英国 法国等 其他国家的保证 不过这合约的内容 其实也凸显出来 这根植于在俄罗斯的口致 而乌克兰是持续需要大量军费的 能把之前俄罗斯被冻结的那些资产拿来用吗 也请宛柔带我们看看这个最新争议 欧战争在2022年开打之后 欧盟也随即冻结了俄罗斯近3000亿欧元的资产来反制 而这笔钱其实欧盟也把它转投资获利了 获利的钱放在单独托管的账户 现在据悉这笔钱其实还不少 那么欧盟执委会主席他就建议说 这批冻结资产的产生的聚额利润 应该用在来帮乌克兰买这武器上面 不过这个决议要通过必须获得欧盟 所有成员国的同意 也就是27个国家同意 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他们就呼吁说应该要审慎行事的 像是这个法国的财长勒麦尔 他就说我们不应该没收俄罗斯的资产 我们是要遵守国际法的 不过这钱到底要怎么用 其实美国总统拜登相当的关注 他甚至希望在今年6月G7峰会之前 可以利用俄罗斯的资产来挺乌克兰 而且希望还有进一步的相关进展 不过法国 德国这两国领袖 最近似乎对乌克兰问题也不对盘 又是什么状况呢 宛柔 在俄乌战争中 尽管欧盟对力挺乌克兰的立场是一致的 但是该怎么援助呢 请我们来看到法国跟德国这边 他们的立场是不一样的 法国这边的马克宏 他认为是主张应该要派兵进驻乌克兰 不过德国的萧姿却是持反对意见 反对出兵的可能性 这也让马克宏曾公开的表示说 像只会向乌克兰运送睡袋 以及头盔的盟友来呼吁 这嘲讽当然是让德国的萧姿 非常的不满意了 法国的官员就说了 其实在马克宏的眼中 萧姿就是一个缺乏勇气的领导人 两人一开始就不来电 那在萧姿眼中 马克宏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这萧姿的亲密助手就说了 马克宏在德国柏林 一定是不被受到欢迎的 因为他只会抛愿景 但是却做不到 还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拿起手机 扫门旁边的QR Code 杂入TVBS新闻APP 更多的及时信息 待你一手掌握 好 就也要看看 在最近中东纷争当中 一直被提到的伊朗 伊朗昨天其实有大事 他们举行了2022年反政府示威之后 第一次的国家